帶著毛寶貝到山上步道遊玩 散散步放放鬆 這不過看似平常的舉動 卻是違反規定 有網美帶著寵物 去荷環山排萬聖節美照散心 沒想到卻被人檢拒 隔幾天收到600元罰單 無奈表示自己不知道規定 要請大家注意 其實根據林務局規定 從109年8月到111年7月 全台有24處森林遊樂園 像是常見的有阿里山 荷環山 武林等 禁止遊客攜帶犬貓等哺乳類 要預防狂犬病擴散 因為109年有幼環送檢 狂犬病陽性比率 仍高達24% 而四處要是違規攜帶 最高恐怕會被罰2400元 我是不知道啦 可是我感覺是說 寵物的話有可能不好控制 不知道 那你覺得可以帶嗎 我覺得不可以 為什麼 因為我怕我的寵物會失蹤 實際詢問民眾 很多人不清楚相關規定 但是大多數的人還是認為 寵物不要帶進森林園區 除了保護大自然外 也保障野外動物安全 1 2 3 疫情降溫 許多民眾都往山邊跑散心 相關單位提醒大家 一定要遵守規定 避免吃上罰單 核保受損 TVBS新聞成家圍 李承佑料反映 南投採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